在那遥远的时空闪烁 是那神秘的古老传说 经过漫长的岁月错过 也留在我心中 他们是一群真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进行工作 已经要见先摆着前方 尽头海浪都穿过 传说 传说在那变幻诺测的某个时空 传说 传说他们千变万花能可现身头 传说 传说人凭时光流转但整情不灭 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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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人凭时光流转但整情不灭 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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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節 呼 傲 橋 老子不给你打了 来人在这 动手 人动动手 老法师 我吃了你炎制的金豆子 拎着光头就像拎一只麻雀 一点也不费力气 再尝你喝 你今天可是立了一个战略性的大功 想不到你也会落到我的手 燃灯道人 这可真是幸会 你就是神功豹吧 不错 在下正是神功豹 听说在你们的圈子里我的名声好像不太好 真的是你 我这次把你请来是想为你创造一个能够安心研制法宝的环境 你最喜欢这儿的 你只记得下来 我死了 你这有点 怎么样 大发明侃 你们看这里的条件还不错 马马虎虎 不过还缺几件器具 我只能靠研制新法宝来自救了 神通宝你不会得承担 丞相 燃灯道人在我护送他来大营的途中被人劫走了 什么 丞相 金陵圣母听信了孔宣的话 认为是我们杀害了隋元道人 要来找我们报仇了 看来文中要拿这桩公案大做文章了 丞相 金陵圣母很快就会杀到 我们得早做准备 好 好 贤儿 你看 那边就是江子牙的大营 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你准备好了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贤儿 你设法把江子牙他们引出来 带进你乌云舅舅的乌云镇去 是 江子牙 你快出来 听见没有 江子牙 你要是再不出来 我可就不客气了 什么人叫真 小姑奶奶我 你们谁是江子牙 我们都不是江子牙 那么你呢 小美人 你是谁 我是隋元道人的外舍女儿花仙子 来捉拿江子牙的 你叫她给我出来 花仙子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姑娘 可我没想到你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们丞相是三军统帅 你叫她出来她就出来 你用不着跟她啰嗦 看我来收拾她 我的腿可是用来跳舞的 这么说 刚才打你的腿就算打对了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我最讨厌跳舞 你不是最讨厌跳舞吗 今天我就让你跳个够 亨哥儿学会跳舞了 来 蛋糕 给你的舞伴 笑不够 快快放下哼海二将 快放下他们 这是吴云针 少帅的处境一定不妙 顾将军 我命你马上潜入城里 找出指挥吴云针的人 是 等等 把这块爆花时代上 也许到关键时刻会用得着探 多谢夫人 快传我的命令 三军后撤20里 快 今天你是帮不上忙了 不过山上呆闷了 到这儿来玩玩也不错 什么人 往哪儿逃 快走 慢 三弟 你也太兴急了 你这么一扫地都硬了 他钻不出来 你怎么抓他 我 我是怕他再次攻击我们 丞相你看 红少帅 红少帅受伤了 看样子红少帅伤得不轻 我的右腿被闪电击伤了 不过不碍事 大部队已经撤了 你们快跟我撤下去吧 太师 江子牙率军后撤了 江子牙果然老谋神算 如果他撤到荆棘岭那里一手难攻 我们恐怕就 急什么 我们这就追上去 在他们撤退的途中 把江子牙一伙彻底见面 请问你是哪路神仙为何挡住去路 你可是江子牙 老朽正是 江子牙 你的不将龙环不听从我的劝告 钻进了我的金光阵 你把它怎么样了 你看 我和你素不相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江子牙 你杀害了我的大哥 这是你应受的成语 拿命来 这样的打法我还是头一回看到 你能活着从我的金光阵里逃出来 本领还真不小 我们来日方长 不必和他做一时之争 江子牙 只怕你的时间不多了 还是乖乖的认输吧 神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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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你听见没有 神妖 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 我会付你咨询费的 打听什么 你可知道我的师弟燃灯道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被一只八哥击婚后叼走了 多谢 一只八哥能有这么大的力气 你肯定没看错 他确实是被八哥叼走的 你知不知道那只八哥是朝哪个方向飞的 西北 好吧 我往西北方向找找看 我们被包围在这里非常危险 必须突围出去 讹诈将军 你马上去请天界高人出山相助 遵命 请丞相放心 末将一定完成任务 搬回救兵 事关重大一定我速去速回 丞相 我会的 诸位将军 在天界高人未到之前 切不可擅自出战 不能让军队再蒙受损失了